你是一位教育的金融 哈囉大家好我是貓馬 我們今天要來拍個東西叫做Quarantine Cloud 我是檢查Q-Point的虛擬貨幣 這個東西很妙 他是一個挖礦系統 但是呢 detain式的精物比較特別 直接你除台幣或是換成點數之類的 好不好 那我們這一次就是來拍 如何出金 然後實測也的部分 好不好各位 那影片資訊欄下方 也會放上我的 團長的一個代碼 歡迎各位可以 加入我的這個群組 一起來挖礦 好不好各位 那我們出發囉 Let's go 好了各位 這個呢就是我所謂的 QCB的一個官方網站 所以你只要打這個 你就可以去下載 那這邊其實都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呢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挖 那你也可以組團去挖 那這邊的步驟就是 已經前前一等了 好 那我們再來呢 要進入到 我們轉出來的一個畫面 好不好 OK 那我們就換個畫面 好 那我稍微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就是所謂 它一個挖礦的一個東西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就是 它一個全速以及智能 因為我如果平常在玩遊戲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可以開智能挖礦 但是相對的就不會那麼多 如果今天開全速的情況下 就是我如果沒有掛機啊 沒有任何遊戲啊之類的 其實講實話 還算是滿有效率的 但是認真說 它的 金錢來源 就是你所挖到的東西 老實講 絕對沒有在學好很多 這個我可以跟你確認 但是以耗電量來說 我看起來是還好的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我左岸邊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的CPUG 一體這些以台灣的部分 好不好 各位 這又不是重點 重點是它其實有一些 新手教學 新手時間 十時間內 你完成多少 給你多少币啊之類的 我相信這個都是在 按計算之中 然後像這一次就有一個活動 掛完100個小時 可以抽獎 清淨界寶箱 OK 這都不是重點 只有活動我才特別去開 OK 好 那我們就來 稍微看一下這個 排行榜我也不確定是做的 如果哪一天知道 花音底下相關的點 好 優惠的部分 我就這邊也沒有這麼說 那它呢可以綁定一個團長 我是沒有綁定那種團長 對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想綁定我 花音可以綁定 好不好 那是我的代碼 我也放在我影片資訊下 下方 好不好 好 再來呢 設定的部分 好 設定的部分 它需要你做一個綁定銀行的部分 我已經做 驗證 先驗證你才有辦法綁定 好不好 各位 所以呢 我們要解除 我不解除 但是我要 領出來 領出來的方式有分很多種 你可以領成這一些幣 去做你的花費 或者是你可以提領 到你的現金 實際的 木頭 那我這一次呢 大概可以提570 73塊 那手續配是30塊 所以個人是建議啦 如果你要提領很多的話 就是你可以挖很多很多 那這邊有說 60萬為最低標準 其實我如果全速挖的話 大概 以我電腦 情況下 不用幾天 我就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一個禮拜之內 就可以達到這個標準 那這個60萬 我推測大約是300塊左右 的樣子 對我這邊大概是 就那麼多 120萬 大概兩倍啦 兩倍 所以大概啊 就是300塊左右 這個區間 OK 那我們就選擇 我們要提領了 那提領的部分呢 我們需要輸入我們的驗證 那稍等我一下 好 我剛剛從按鈕中 好 提領 點下去 好啦 各位 那再來呢 我這邊就要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挖礦模式 其實講一句老實話 是可以挖的 然後呢 他也比較不屬於 個人認為 比較不屬於 正統的一個方式去挖礦 為什麼 因為呢 大家知道齁 如果你有在挖礦的人 應該知道 大部分我現在使用的 正統挖礦 是比較屬於 Nesh House 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需要把別人 去做一個團長綁定 那各位 我先講一下 如果你真的 想要跟著挖 你也很支持我 你歡迎可以綁定 那你當然呢 你綁定的這個東西 我當然會有一些分毫 我也就直接講 好不好 包含上一次 比特幣區塊鏈的 那個網站 其實也是 他的模式 就比較有點類似 所謂的 老鼠會的一個方式 但是呢 可不可以挖 可以挖 畢竟第一個 他都是屬於賺錢的 那你要不要花錢 如果你本身設備 本身就足夠了 其實講話 你不需要 花特別多的錢 好不好 各位 OK 那各位如果有去上網看 PPT的部分 你應該會發現說 這個東西到底 可不可以挖 老實講 其實都是可以挖的 那 對你會不會有影響 老實說不會有影響 反正 可以出錢 出金就好了 好不好 各位 所以呢 後來現在這個軟體 我也先講一下 我基本上沒有再出金 我都拿去換點數卡 為什麼 因為你出金到現在 我講一句老實話 14天最多 真的有點久 那如果我今天是換點數卡 或是換Steam的一些東西 我換完的當下 我就可以拿到序號 我就可以出資進去 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是有用MyCard 我覺得這個東西 MyCard的人 應該會蠻喜歡的 雖然它是90點90點去換 但是我覺得 可以 好不好 各位 OK 那我們的影片 就到這裡囉 喜歡按下喜歡 按下訂閱按下讚 好不好 我們下次見 歡迎綁定我 當團長 Let's go 我們下次見